这是一台抓娃娃机 一次两臂30秒内完成 看似全凭实力的中奖方式 明明加得非常完美 可还是会掉下去 莫非这玩意儿对你有意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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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并不是针对谁 而是套路的在座各位 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何谋逆 作为圈内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看到这钢爪了吗 正是上岗之前 所有娃娃机都要进行入职培训 调试好后的钢爪 可以根据不同尺寸重量的娃娃 设置不同大小的抓取力道 但如果力道设置太低 总是抓不到就没人玩了 所以除了控制抓取力道外 它还可以控制掉落技巧 简单来说 就是给娃娃机进行一个抓取率的数值设定 当娃娃被抓住后 如果还未达到抓取值 那么在运送完成前便会使其掉落 比如将一台抓娃娃机的抓取率设置为30 这就意味着要连续30次才能抓到一次 当然手残档除外 其原理也很简单 就是当内部的电磁线圈通上电流时 线圈便会变成一块电磁铁 这时候被包裹住的铁金就会被吸上来 大半之事 如果电流保持恒定 那么电磁线圈就会拥有稳定磁场 刚抓的抓取力度也会是稳定的 但由于机器上岗之前就已被动过手脚 所以当你抓到一半时 通过电路板内部的程序设定 就会减少电流 从而使其掉落 比如这份说明书中就名言 爪子的形状被完美制作成 在抓住与滑落之间保持最佳平衡 那么有谁知道刷娃娃机的副胃口诀是什么吗